嗨,大家好,我是安主 歡迎回到House Flipper 接下來就繼續工作吧 接下來先來去賣房子 應該可以出售了 好像也沒什麼可以放的吧 來看一下可以賣多少錢 多少錢呢 呃... 在這裡工作了一個小時多 要出售了 拍賣 呃... 他需要兩個卧室 兩間卧室 房間太多 我不是只有一間房間嗎 有點不太懂他們的意思 哈哈... 492 這樣子稍微一個十百千萬 應該還可以啦 可以談判嗎 談判看看 這個是我嗎 哈哈... 再多個一千塊 這樣就賣出了嗎 接受 好賣出去了 再來就是... 再買其他房子吧 再來買其他的 還剩哪些房子呢 還剩哪些房子呢 嗯... 先買這個看看好了 兩層樓 感覺就是一堆垃圾的房子 瞬間把它變不見 好像... 連外面都一堆垃圾的感覺 看一下 外觀的部分 糟糕 遊戲 為什麼會被塗遊戲 好像... 只有... 欸...窗戶也有 哇... 這裡是什麼情況 外牆的話 只有前面那裡 所以... 這樣... 的話... 就把... 它清潔 這遊戲應該算... 很好清潔吧 這樣就沒有... 這樣應該就沒有了吧 接下來就... 進來裡面打掃 欸呀... 這裡感覺好亂 好亂 喔... 有地下室 地下室也是... 有垃圾 垃圾蠻多的 然後... 這邊的話是... 髒屋 這邊的話... 還有什麼地方 廚房加客廳嗎 廚房加客廳 這是房間吧 這裡就是... 欸... 房間外面就是... 後門 第一次遇到這種的 我本來以為... 房間應該在... 其他地方的 好吧... 先從... 它需要... 整理的東西比較少一點 先從... 垃圾... 打掃起來吧 把垃圾全都丟掉 這樣子好像就差不多了 這樣子好像就差不多了 嗯...接下來就... 把... 地板拖一拖 這樣子就沒問題了 然後... 接下來... 它需要... 先把窗戶都拆一下好了 先把窗戶都拆一下好了 這樣窗戶好像就差不多了 這樣窗戶好像就差不多了 窗戶應該這樣就都清掃完成了 窗戶應該這樣就都清掃完成了 然後... 嗯... 接下來... 它需要... 嗯... 這個... 這個... 欸... 這種類型我好像買不到對不對 這還蠻特別的耶 我沒有買過這種的 應該說我沒有這種的 接下來就是... 把窗戶先設定一下 這樣窗戶就完成了 這邊因為... 牆壁的關係 沒辦法裝上面的窗簾 所以就... 為了搭配就兩個都用百葉窗 然後... 開個燈 欸... 開關在哪裡 欸... 好像沒有開關耶 欸... 該不會是在這裡吧 這也太難開了 幫它... 設計一個在這邊好了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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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 這樣子比較方便 這個把它賣掉好了 欸... 欸... 哈哈... 賣錯了 我賣到衣櫃了 哈哈... 這裡直接連接後門的設計 真的有點... 奇特 這樣子打開 這裡沒什麼好擺的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換方向嗎? 還是可以耶 這樣感覺好像... 呵呵... 呵呵... 嗯... 嗯... 這空間真的好小 這空間真的好小 呃... 這遊戲... 有其... 有其顏色... 有點奇怪 先把其他東西裝一裝好了 像是這裡需要冷氣 然後... 欸... 知道這裡插頭需要換 然後... 嗯... 嗯... 這邊... 這邊... 這邊需要... 毛巾甲 還有什麼... 更換這個... 那... 就... 上工 這樣就... 全部安裝完成 主要就是... 這裡真的不能改... 改動嗎? 嗯... 這房間有點太小了 可是... 把它用掉之後又很麻煩 呵呵... 所以... 欸... 掉燈... 這個還可以 這好像有點髒 這把它換掉 欸... 還是本來就這個圖案 有這種燈嗎? 好像沒看到 嗯... 這個是本來就... 這個圖案了嗎? 還是髒掉 看起來很像髒掉 又好像有什麼圖案在上面 還是把它賣掉好了 換一個... 目前最亮的燈就是這個 這裡剛好... 可以擺一個... 感覺比較適合在廚房 好... 沒關係 就這樣擺下去 然後... 開個燈 這個很亮 之後... 好像真的沒什麼需要... 更動的部分 嗯...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好了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好了 還有什麼地方... 需要整理的地方其實... 沒有多少耶... 嗯...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這故意這樣設計的嗎? 木地板... 銜接... 瓷磚... 廚房... 看起來不是很好看 喔... 它用了很多... 不同的地板 這裡是用灰色瓷磚嗎? 這裡... 這個瓷磚我好像沒有 這樣...這樣就把它留下來吧 可是它這裡... 這面牆有... 地板有... 這邊... 這邊又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怎麼不同意一下... 還是... 油漆一下... 把它喬一下好了... 油漆... 首先... 檸檬色... 來一個... 把開關都換掉喔... 換成... 接下來就塗個油漆吧... 把這裡的顏色... 換掉... 然後... 廁所... 需要... 統一一下... 選個... 杏仁社看看... 拖拖看... 杏仁社... 為什麼手的動作那麼快... 這樣子... 廁所就是這個顏色... 哈哈... 這次... 使用的顏色比較多種... 然後... 這個先賣掉... 這個也先賣掉... 這個也先賣掉... 客廳的話... 暫時留著白色... 然後... 房間的話... 用個天空欄好了... 這樣就塗完了... 然後... 稍微... 擺飾一下東西好了... 這樣子... 房間整理過後... 就變這樣子了... 哈哈... 有一... 書櫃... 小櫃子... 大櫃子... 大一櫃... 這樣子... 然後... 藍色牆壁... 把它改過來了... 就這樣... 接下來是客廳... 其實客廳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呵呵... 客廳的話... 先... 嗯... 擺個東西好了... 嗯... 最後就擺這樣... 哈哈... 嗯... 好像... 沒什麼可以動的感覺... 所以... 就把它留下來了... 想像橘色好像也... 還好... 沒有到很奇怪... 應該沒有到很奇怪吧... 呵呵... 反正就先這樣吧... 廁所... 就真的沒什麼可以做的... 點多擺個鏡子吧... 嗯... 廁所真的沒什麼好擺的... 呵呵... 沒什麼好擺的... 這樣的話... 剩下地下室喔... 有點... 暗暗的地下室... 好... 這裡... 燈沒亮嗎... 欸... 那這裡... 這裡的燈是哪裡控制的... 疑惑... 地下室... 要做什麼... 地下室... 來試試看一個... 壁紙... 壁紙沒有用過... 有點好奇... 這個是什麼情況... 呵呵... 這樣是... 這樣是... 好奇特的圖案... 把它... 裝一裝好了... 這裡要用來做什麼... 空間蠻大的... 但是我把它用來做什麼... 一個很大的房間... 這邊就這樣吧... 呵呵... 假裝是遊戲間... 休息室... 呃... 假裝是... 休閒的地方... 所以... 現在的話... 接下來就來逛一下... 整體... 看一下好了... 首先進來是... 就是... 玄關... 這樣... 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 廁所這邊... 也沒什麼... 就只是加一些小東西... 這種洗手台... 我其實... 外面買不到... 如果可以加在... 購買區就好了... 然後... 先從... 客廳... 大概就是... 擺一些東西... 廚房就沒有什麼變化了... 因為它本來... 本來它的東西就... 滿... 好像就... 沒有什麼... 牆壁那些... 也都狀況很好... 所以就沒有什麼... 需要做的... 然後... 房間大概也是加一些... 之前常常用的東西... 因為... 沒有什麼可以買的... 沒什麼新的物品可以買... 地下室就是一個... 小小的娛樂室... 大概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新東西可以買就好了... 可惜... 沒有... 所以大概就這樣吧... 這就是這棟房子... 那就把它... 賣掉... 希望... 希望有不錯的價格... 希望有不錯的價格... 這個人... 兩間卧室... 有的人喜歡兩間卧室... 有的人喜歡一間卧室... 最後都是... 哦... 個十百千萬... 哇... 這個錢好多... 為什麼這次有六萬... 為什麼呢... 太令我驚訝了... 這次我好像... 也沒買什麼東西... 好... 好疑惑... 太疑惑了... 還可以談判嗎... 稍微加個... 兩千塊可以嗎... 可以... 好... 這樣就把它賣掉吧... 這樣子的話... 我就有... 二十多萬... 二十多萬... 離... 最後一棟... 好像越來越接近了... 只是我沒料到... 剛剛那一棟可以賣那麼多錢... 哈哈... 有點... 令人驚訝... 太...神奇了... 這樣還不錯... 哈哈... 那就先這樣吧... 不知道它哪時候才會有新的... 道具... 不然... 都是... 擺同樣的東西... 好像都... 沒有什麼其他可以擺的... 沒有什麼新道具可以擺... 它在那個... 其他房屋裡面有的東西... 都蠻特別的... 但是... 在商店購買不到... 如果可以加進去商店就好了... 這樣我就可以... 多擺一些其他的東西了... 只好再等等看吧...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囉... 如果讓大家想多我說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謝謝大家